看了哥 你不觉得常常听到一些 他鼓励正向 积极勉励人的话会很开心吗 这个我认同 但是要看情况而定 我有一个朋友就是有一天回家 看他老婆这样 心情很不好 然后闷闷不乐的 他就想说用一些安慰的话 来鼓励他一下 他就跟他老婆讲说 老婆你要做什么 老公都支持你 这种老公很好啊 支持鼓励型的 对 他老婆就说 老公你最好了 我刚刚用你的卡刷了一个限量包 老公你要支持我啊 对不对 OK 新招学起来哦 对观众朋友 鼓励的话语让人家是充满了能量 还是其实 让人家觉得压力三大 压力三大 那是什么状况啊 OK 欢迎收看今晚开战吧 首先欢迎无论什么状况都能鼓 鼓励喊话真的假的啦 鼓励一组 那都刺激一句嘴 有点恐怖耶 有刺激一句嘴 对 对 我这边被鼓励喊话的压力 逼到墙角的高压一组 对 欢迎双中人 双医师 好 好 对啊 这在讨论大家如何会被鼓励喊话 过这个逼疯之前 我们有一个新书要交给大家 有 恭喜验诚 验诚麻烦你来到舞台当中 你不是今年才十五岁吗 来 今年已经当爸爸 然后小朋友已经两岁了 你十五岁就当爸爸 对 验诚今天出了这个正能量的新书 叫幸福餐桌 幸福餐桌 对 它其实不太算是一本专业的食谱书 它其实比较多像是我个人经历过的酸甜苦辣 比如说我生命中有三个已经不在人世的亲人 爷爷奶奶妈妈 然后他们给我多大的启发和感动 是在短时间相聚离世还是 他们在这三年 第一个是我妈 因为她费心还跟我试 然后给我很多的冲击 然后再来就是我爷爷 然后最后是我奶奶 然后接下来有我小朋友出生 所以在亲人离世和亲人出生 这个生与死的 悲喜交加 悲喜交加之间 我就悟出了一些道理 然后希望可以用这些料理 然后去连结跟家人的回忆 可以看一下 可以 行 行 行 好棒喔 再怎么难只要能跟家人好好吃饭 就是幸福 这真的 我写这本书其实就希望可以 看的人可以回想起你跟爸爸 跟妈妈跟爷爷奶奶 你共同吃饭的一个回忆 恭喜验哲 大家多多支持 大家可能会觉得 就为别人鼓舞加油是个好事 但讲真的有一些那种正能量太满的人 其实是会让人家有压力的 就是你做什么随时随地都 加油 你真的知道 然后你就会想要散他两巴掌 真的 对啊 我就已经心情很不好了 你在那边加油 加油 喂 喂 他就有网友讲 就是说他自己出车祸 导致手脚都骨折 然后必须开刀住院 那心情谁会好 对不对 就是心情超差的 他就跟女友抒发情绪 就没想到他只 他真的单纯只需要女友的一个拥抱 其实他可能就好很多 结果没想到 哇 女朋友来了 至少你还活着呀 你要乐观一点 加油你一定能讲日康步 对 然后听完这番话 网友心里就想说 我只是需要一个抱抱好吗 那听完更忧郁了 更忧郁了 对啊 至少还活着 真的 至少还活着 至少还有你 真的 所以一开始要问一下大家 就是要把鼓励的言辞 挂在嘴边的人 其实根本就是没有 真的了解对方的感受吗 请举牌 也不是这样讲 我觉得有时候鼓励 要鼓励到人家心砍去 对 就是有一些表面上的鼓励 大家都听得出来 比加油更适当的 我觉得是请听啦 就是你去听他到底发生什么事 然后不插嘴 不给意见 就当作色统就对了 对啊 就是陪伴跟请听啦 对 这个我们就来看一下网友觉得 哪一些鼓励的话 其实听了会让人倍感压力的 优芸 情报站大调查 今天由特派员优芸出席 透过LOWIE AI大数据 搜集网路讨论声量与关键字 带您掌握最新趋势 马上来看一下 其实适度的加油 真的是可以鼓舞人心 不过过度的加油 真的会让人感到压力山大 尤其是除了像前面刚刚有提到 就是一些情绪上的支持 但是如果是你不断地鼓励别人 去突破目标 其实是会让人家倍感压力的 我们根据LOWIE AI大数据 关键引擎的调查 就整理出了一些 让人压力山大的鼓励法 首先关键字文字渝就有提到 拉拉就说 可以的 撑一下 往好处想 你做得到 还有很棒 这些鼓励词是不是让人家 一听了一秒 真的就是头更痛了呢 压力好像也变得更大了一点 是 宜佩是不是很讨厌这种被 无效鼓励法 听了我会觉得有反感就是 我也是 是喔 就明明我就不可以啊 明明就 因为我可不可以 这件事情我应该很清楚 可是我自己觉得能力不足的时候 别人就说 你可以的 你试试看 而且你不觉得这句话就有点 另类的情绪绑架 真的 感觉好像就是如果我做了不满 没有让你觉得我可以的 就是让人家失望 我要举一个例子就是 我之前还才刚从主播 然后转演艺圈的时候 然后因为我不会模仿 然后那时候公司就是 伟东哥就把我丢到闷过去 他就说没关系你就进去里面学习 可是你知道比起郭哥跟台哥那种 真的很厉害的 我们这级级还差太多了 而且是live的节目 然后就压力非常的大 然后我记得 我收到角色 然后化完妆之后要背那个脚本 大概只有最短最短 只有一个小时的时间 我就要上去了 九点就要on了嘛 我记得有一次是遇到 伟东哥突然进来 他觉得我们那个题目不好 就要换 那换完了之后就要换角色 换角色就是我的所有的装扮 跟我刚刚所有背的就是变成龟零 然后等一下就要上去 然后我就是一片空白的 就要上去你知道吗 然后我要上去的时候 我就是心跳跳到 我自己觉得我已经呼吸不过来 然后就是跟制作人讲说 我觉得我这一段可能不行 然后大家所有人都说 一片你可以的 加油 相信自己办得到 藏住压力你就过去了 就是大家都会 就这种鼓励的话 结果我上去之后我就想说 好吧 大家都觉得我可以 那我应该可以吧 就我第一段讲完之后 烂到爆 就超烂 是你自己觉得烂到爆 搞不好别人觉得还不错 没有 大哥的表情 就会知道我自己觉得烂到爆 没有 我觉得他们不是讲那一段 就说你可以的 加油 你可以的 我就觉得说他们的反话就是 你现在不做你给我试试看 对 就我第一段就真的超烂 然后现场制作人都一片静默 然后我就知道我自己表现很烂 就这时候Ken哥就把我拉到旁边去 就跟我说 我跟你讲 你可以的 因为你可以的是怎么样 你可以露 还说 因为我那天的那个角色 变成是一个秘书 他就说 我跟你讲 你等一下就是 然后那个裙子再拉高一点 然后腿再露多一点 至少样子出来 对 至少样子出来 大家就不会 本分不出来要拌拍照 对 就拌拍照 然后后来就另外一段 下一段进来之后 我就开始变另外一个人 就是你知道 该挤的挤出来 然后该露的露出来 然后就一直笑 然后最后就不知道要讲什么 就说 大家可以赖我什么之类 那一段就一出去 他就说 很棒 你可以的 对 就是我后来就发现说 结果后来越穿越短的 对 我后来就发现说 女生有个好处就是说 真的不行的时候 还是要拿出自己的一些小小的优势 你可以的 你可以的 来 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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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稍微急一下还是可以的 对 就像我们每次要表演的 那问题是声音状况就不是很好 对啊 所以经纪人会说 你可以的 你可以的 对 而且上去就 没有声音的 对啊 我昨天反问动力火车也是啊 我就说你们唱这么多年 都没有吐嘴过吗 他说大吐嘴没有 可是他就是也是像那种 有时候人的身体感冒 就是没办法 那感冒那个声音就很难控制 对 他们也说第一声出去就叨音了 像动力火车 我上次就举了一场尾牙 他们第一首歌就是唱 他们两个就是第一个就叨音 拍好拍要都喝醉 然后我在这台 看另外一个男主持人说 他刚刚第一句啊是对的 就突然标一个太大声 就是人还是会有一些 小助点的时候 没办法 放轻松 你可以表现得更好 像在 对不对 这个是 好笑 对啊 这个是什么东西 尤其是那个 我刚开始的时候出来拍戏 其实是新人 什么都不懂 可是这个比较适合在床上的时候 给你做一遍 听到这个会软弱吗 如果是上次听到这个会不得了 会动就会 好 但是如果是 我那时候刚出来拍戏的时候 其实什么都不懂 懵懵懂 就是什么都不知道 然后有一场戏呢 他的意思就是表演说 你也不用干嘛 你就是感觉出来是很开心的 然后就是做效果 鼓掌这样就OK了 那时候其实是冒的人 然后想说我一定要好好表现 第一次咖 那个表情其实是僵调的 他说德烈这不OK 还要再自然一点 OK 好好 两次三次都不OK 摄影师那时候讲说 幻境未来拍别的画面 那个时候同剧组的好朋友说 就说这句话 来 德烈没事 放轻松 你可以表现得更好的 这句话就好像一个雷声一样 我已经很紧张了 你在旁边再说这话 我完全是冒冷好 我也想放松 但我就放不松了 尤其是那种要自然表现 让别人有压力给你 就是他觉得他不是压力 他想帮你放松 但是我听下去就是觉得 这是好大的压力 就好像是那个英灵 在我身上一样 英灵 那个背娃娃那个感觉 就是完完全全就是冒着 冒着汗在讲这句话 后来我完全记得我那个take 过的是47次之后 47次 真的就是47次 我们那个导演真的蛮有耐心的 超有耐心的 对啊 真的 当一件衬衫完全是透明的时候 导演知道状况不对 他也不好再多说什么 因为他怕有给你压力 对 他就说 变74次 其实导演就说来 在47次中间一半 20几次的时候 导演就说来这场先暂停 我们等一下再拍 我们先休息一下 导演没事 OK的 你很好 是我们的问题 都是压力 他说先换下一场 然后你先在旁边冷静一下 可是我觉得给你也不会是导演 因为导演会说好话 对 摄影师 摄影师 他当同时 是 吃 吃着口香肠 那个表情是这样 然后 下灯的也是这样 是好啊 对啊 你看 你看现在摄影大哥 你看站都会要这样子 对 杀起步 他不会在前面 都是开始看旁边 他们也不想看 举蹦的手伸 举蹦的手伸 对啊 然后举蹦还一直这样 不容易这样 每个都是压力 本来就这样举 后还是这样督上去 对啊 反正你这次也不会过 那个压力 对啊 压力 对啊 压力 那个演员就是 反正你这次也不会过 我就是 装个样子这样 那个都是压力 好紧张 后来终于过了 我会觉得就是这样过去 另外一次就是 可能导演也不追究了吧 导演可能想说 最少也不会用了 还是给你拍过去 另外还有一句话 就是当演员 比如说快杀青 前一个月 其实自己心里面是会紧张的 因为这一档戏结束 不晓得下一档在哪里 那个忐忑的心是不会说出来 可是心里面的紧张是 所以又要失业了 对 又要失业 这档的毕业就代表 这代表下一档的失业 我就觉得很紧张 可是朋友就会说 那也没事啦 放松心情 你就当度假 这个时候 调整自己的心情 不然就是说 好好的沉淀 我心里偶然想说 你别度假三年 对 我心里想说 我下一几个月的房贷 车贷都搅不搅得出来 你在那边跟我讲 这些有的没有的 或是说他会想说 你这段 这段空档时间 不如就是可以 好好的进修 充实自己 对 这种阿沙布鲁的屁话 我真是觉得 就可以开始往你的厨艺方面 但那个时候 还没有那么的了解 那个时候 只想说我要好好拍戏 我在想很努力拍完 可是我现在倒不晓得 在哪里什么办 你跟我讲这些有的没有的 我们在萧业师面前 讲压力大 我们是不是在观光面前 耍大的 对 一生的压力超大 超大 真的是大到 今天酒也是都不理手 没有 没有 一生的压力也是好大 真的 开一个刀露诊一下 我是 你是鼓励型人是不是 我算是鼓励型 那你是凡人的那一种还是 不是凡人的 因为我觉得 有时候太正能量的 太多正能量 反而会让人家压力很大 我其实都会说顺其自然 像Instagram不是有一个 问答功能吗 我一开始是 开来跟粉丝互动 前面可能就是想说 回一些干话 或者是一些梗图 就开始有人 会问一些情感上的问题 或者是跟家人的问题 因为我可能偶尔也会分享说 可能我妈妈走了 我妈妈抗癌的过程 就大家就开始 怕啪啪啪啪 开始会丢一些很深层的问题 那我也不敢乱回 然后我后来就 开始慢慢的回 回应出一个理念 就是你就享受当下 然后珍惜自己 现在拥有的机会 或是珍惜现在的状态 比如说他现在负面 我不会跟他说 你会好的 你就 我不会说这种很正能量的话 不会说什么你可以的 你会好的 我会说那你就负面 你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面 那记得吃饭 那你就关一个礼拜 那看看你自己后来怎么样 你这会不会有点太 我有时候这些 这些话就是 这有鼓勵 你知道他让我想到 顺着 顺着他的一个感觉去整 他让我想到 IG最近有一个画家 我超喜欢的 我每天都会看他PO的画 然后他的画就是非常的暗黑 比如说他就会写 他就是外国的画家嘛 他就写英文 他就说 Don't make other people kill your dream Kill it yourself 就是比方让别人扼杀了你的梦想 你自己就可以扼杀他了 就是都是这一种的 然后我就觉得好好笑喔 我觉得很有趣 很好笑的 对 对 今晚开战吧 让你永远选被编 今晚开战吧 让你总是被承赞 新时代互动式综艺 快快来订阅按下小铃铛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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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